现兵第202指挥部239营 凌晨实施了多辆云豹甲车的夜间战术机动演习 而这演习地区是台北总统府周边半径5公里地区 因应两岸寝室以及物恶战争 目前驻守在台北位数地区的装甲现兵营 由云豹的八轮甲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 在中山北路等主要路段 实施台北首都的卫戍作战演习 演习的项目主要是为反斩首行动 以及护送总统到作战指挥中心为主 宪兵202指挥部强调 透过战备训练任务 可以提升官兵战场状况的应处能力 随时弹性调整部队的作战模式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氏新闻杂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